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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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王健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我不想定義我自己的作品是完全抽象的風格 因為我會用一些影像或是一些建築元素在你 然後我這一批作品是有一個時間走線的 然後是記載我從小到大所有經歷過的歷史事件 我身後這件作品叫做宏益 然後它對應的歷史事件是2003年的SARS 那我覺得某些方面我們的歷史好像是不斷的重複 這部作品裡面有一些建築的元素 然後它其實有點像香港的街景 因為SARS是在香港爆發的 然後我用了一些香港的街景 然後一些像霓虹光的顏色 然後其實那我做一個特別的處理 是當你走進這個畫面的時候 你還看見一些那個紅光的顏色在這邊 它有一個像是很雪崩式的 或是飛散擴散的一個感覺 其實這個圖卡是來自於舊約聖經裡面的插圖 它叫做卡巴拉生命樹 生命樹它們有十個節點 然後我剛好選擇符合十個畫的每一個 它的位置 像這一幅它的位置在慈悲 它另外一個表現是救援 援助的意思 最上面這個是權力 到最下面的王國 它是從神釋放權力之後 讓我們人類建立了文明的王國 那每一張畫它都有一個時間節點 代表的意思 我身後這一件作品叫做語言的調和 然後它背後支撐的故事是2004年的台北101落成 然後因為我會把它叫做語言的調和 這個是有一個聖經故事的起源 是巴別塔的故事 像畫面上有一條裂縫 它是代表著畫面是融合或者是分裂 因為我會用巴別塔這個故事 是因為我覺得這麼高的建築物 它都可以蓋得起來 那我們已經可以在某個層面上達到彼此 互相理解調和了 那為什麼現在的社會中 還有一些不斷的紛爭的事情產生 像戰爭啊或是種族迫害啊 那我覺得這些 我們也許可以像這張畫面一樣 慢慢去把它修復 然後讓我們的文明更能夠 往下一個階段前進 就能夠在某個層面上 我們會在某個層面上 我們會在某個層面上 我們會在某個層面上